这些荣的没有进埋啊? 蛤? 荣没有埋啊? 用大米的 白埋啊? 嗯 这大米有没有说是成年的还是要新鲜的 这些口径要成天的了 那个... 就是你那个方天的最细的 口径是出风的出风用 哦 你是潮州的? 对 说这个普通话就听得出 嗯 你们潮州不说广州话的? 对 说潮州话 哦 是这样的 这个如果水开了蒸多久啊? 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60秒 60秒? 哦 一分钟 既然上视频说到吃沙河粉 我就顺便把这个沙河粉的精济过程拍出来 这个过程是在另外一间店拍的 因为当时要去第二处吃饭 所以就没有在他那里试他的河粉 师傅说整个精济的过程就是60秒左右 然后就要在沙河粉上塗一层油 然后就倒一瓶米浆 这个味道好浓草啊 哈哈 这个味道好浓草啊 哈哈 这个味道好浓草 这一间店应该是展示一小部分 大批量的生产现在应该是机械化了 虽然心里知道是这样的道理 但有机会看回手工精济的过程 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师傅把蒸好的河粉拿出来 暂时放在一边 再将新的沙鸡放入蒸笼 接着就开始起粉 这个有沙油啊 这个有沙油 哦 哇 好漂亮 凉了可以吃吗 这个是更烂的 这个就可以比较熟的 可以了 看上去也可以吃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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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次有机会来试摇这家店的河粉 我喜欢分享我在广州生活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记得关注我啦!